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全国的抗议 民众除了包围总理纳坦雅胡的住家 还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 以色列工会更施压政府签署停火协议的罢工 那么现在也造成了以色列主要的机场电视关闭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也再次批评纳坦雅胡 对于救回人质不够积极 美国大兵在土耳其大街上直接被人抗布袋 两名美军被15名当地激进团体围攻 起因疑似就是不满美国在以哈冲突中力挺以色列 但现在明显看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裂痕越来越大 只凭纳坦雅胡对救回人质不够积极 拜登毫不掩饰美方的不满 把炮火瞄准纳坦雅胡就是要刻意让子弹飞 因为在六名以色列人质被哈马斯撕票后 以色列国内对纳坦雅胡政府的愤怒来到临界点 民众直接包围纳坦雅胡位于耶路撒冷中部的私人住宅 纵火霸露气愤怒吼就是不走 警方强制把人扛走爆发更激烈口角 台拉维夫耶路撒冷各地都是从早抗议到晚 反而还开始站在哈马斯那边 炮轰政府就是故意在停火协议拖时间 纳坦雅胡说再多次的道歉都没用 乙军宣称只差一小时就能救到人 但是哈马斯却放话 就是因为收到乙军逼近的线报才会撕票 意思就是乙军不来人质就不会死 再次对以色列施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正在放劳工节假期 不过两党的总统选战 造势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就跟现任总统拜登在批兹堡同台 他们锁定的就是选民结构 以工会为主的摇摆州 拜登还替贺锦丽挂保证 说他会是成为最挺工会的美国总统 美国劳工节假期 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锁定工会成员在宾州批兹堡同台 这是民主党全代会后 两人首次一起造势 拜登自诩为史上最支持工会的美国总统 贺锦丽也希望能承接这个清劳工旗帜 帮助民主党守住宾州 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篮墙 和拜登立场一致 贺锦丽公开反对美国钢铁公司 卖给新日铁公司 贺锦丽一天之内跑滨州和密西根州 华兹则是回明尼苏达州和到密尔瓦基 贺锦丽夫婿仁德龙在维吉尼亚州 对比民主党阵营在劳工节全力和工会 拔甘金 共和党的川普和副手范斯 整天没有公开行程 川普的劳工节声明称赞美国劳工 完全没有提工会 虽然民主党向来有工会支持 但不代表所有工会成员都和工会领袖同调 川普对白人男性劳工仍然有足够吸引力 美国劳工节后也等于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拜登回归工会桥身份 这个礼拜还会到威斯康星州和密西根州 替贺锦丽和华兹服选 GVV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贺锦丽以及川普将在下周展开辩论 外界把焦田都放在了对中态度等敏感问题 根据彭博报道 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希望对中可以更为强硬 只不过贺锦丽似乎无意在掀起美中新战场 坚持的立场似乎也是不会退让 根据民调显示 大部分的美国民众认为 中国大陆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那么川普的对中立场就相对来讲比较鲜明了 那么主张征收60%的进口关税 只不过贺锦丽的政纲目前还不明确 很少提到中国大陆 外界都在猜贺锦丽将延续拜登任内的政策 不会取消川普任内加征的对中关税 但是将寄出更针对性的关税来应进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抵达蒙古 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 这也是国际刑事法庭ICC去年对川普发出逮捕令之后 普京第一次造访ICC的成员国 普京晚间乘坐了专机抵达了蒙古首都兰巴托 周二将会和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会面 那么去年ICC就宣布普京违反战争罪 要求包括蒙古在内的124个成员国执行逮捕令 一旦普京踏上领土就应该把它移交到海牙秀省 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现在就批评了 蒙古没有遵守逮捕令 是对ICC跟国际刑法体系的严重打击 讲到了俄罗斯 有一架再有了22人的直升机 疑似天后不佳撞上了勘查加半岛的火山 机上群员零难 另外乌克兰再度捐对俄罗斯 展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其中一下甚至还飞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另游场 从空派画面上可以看到 直升机坠毁后只剩下残骸 一架载有19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的MI8直升机 一号在俄罗斯的勘查加半岛意外坠机 初步判断无人生还 这架直升机隶属于包机公司 勇士航空 原定航线是从瓦齐卡泽瓷火山 飞到尼古拉耶夫卡 机上载的可能是观光客 这极当时当地天气恶劣 强风豪雨加上能见度低 初判可能是撞上火山后坠毁 另外俄罗斯境内再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 一架无人机飞到莫斯科附近的炼油厂 发出巨大爆炸声响 炼油厂烟囱起火狂冒黑烟 俄罗斯中部最大的科纳科沃发电厂 也遭乌军无人机攻击 俄军声称这一波总共拦截 击落158架无人机 另外这只白白胖胖的白鲸 在挪威外海被发现离奇死亡 因为他身上榜有监视器材 被质疑是受过俄军训练的间谍白鲸 一般白鲸的寿命可以活到40到60岁 但这只白鲸15岁就死亡 而且尸体没有明显外伤 死因将等待解剖调查 TVB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转到欧洲 德国的萨克森帮跟图林恩邦地方议会 周末举行大选了 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在图林恩邦获得了最高得票率 并且也在萨克森帮夺得了三成选票 跟保守派的执政党基督教 民主党得票率是不相上下 专家就分析了 随着移民乌俄战争的危机越来越大 那么间接也促成了反移民亲俄的势力 现在是崛起了 对着摄影镜头正必欢呼 骄傲神情两翼脸庞 因为霍克所属的另类选择党 9月1日以三成三得票率 在图林跟邦胜选成为自二战之后 德国首个赢得地方选举的极右翼政党 但其实另类选择党这次赢得很惊险 因为直到8月31日 仍有大批德国民众手举标语牌走上街头 口中高喊反另类选择党的口号 誓言要将这些法西斯分子 统统赶出图林跟 尽管如此根据开票结果显示 在图林跟邦总理肖兹所属的社会民主党 仅拿下六席议会席位 而另类选择党则渴望拿下32席 领袖霍克表示 这都是因为现在图林跟人渴望改变 他们早就不想再看到红绿灯联盟 继续把持朝政又碌碌无为 因此同日在萨克森邦另类选择党再次不负众望的拿下40席议会席位 与拿下41席的执政基督教民主党并立成为邦议会最大两党 反观肖资所属的社民党预估仅拿下10席 绿党7席自由民主党则未获得任何席次 红绿灯联盟宣告在此次两邦议会选举中惨败 党代表将在选后之夜闭门检讨 专家普遍分析认为 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 欧洲各国政府在努力应对移民 乌俄战争和通膨危机后 政治格局已日益分裂 间接造成反缘污 反移民与亲俄的右翼政党设立崛起 加上10天前 一种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持刀杀人事件 造成三死八伤 引发民间对移民问题反感 对政府的批评声浪也是预见激烈 因此即便肖子政府在上周选举开炮前 就已先行推出系列措施 意欲收紧移民庇护政策 并加快遣返阿富汗 叙利亚罪犯的程序 仍旧无法挽回民心 阻止极右政党声势日盛 尽管其他政党已经表态拒绝 与极右翼合作组隔 且距离德国联邦大选还有一年 不过此次德东三邦地方选举 仍被视为选前风向球 目前在另类选择党影响力日渐高涨 肖子领导的三党联合内阁 民调始终低迷的情况下 左翼政党要想恢复往日荣光 接续掌政 恐怕还需好好努力 DVBS新闻综合报导 最终第一线在尽头的另一端 是我们的PVBS北京特派林敏珍 敏珍我们今天想要来请教一下 因为就2024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周三就要在北京召开了 非洲各国元首跟与会人员都陆续抵达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将于周四来出席开幕式 大陆外长王毅更说了 将以共同发展凝聚中国跟非洲 到底是怎么讲的呢 来请教明珍 2024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将于周三在北京召开 为期三天 论坛50多个非方成员领导人 还有非洲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 已经是陆续的抵达北京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在周四出席开幕式 并且发表主旨讲话 那么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他日前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 贸易额从2000年的105亿美元 增加到2023年的2821亿美元 增长将近26倍 中国大陆对非洲的投资 从2000年不到5亿美元 是增长到了现在的 已经超过400亿美元 王毅他同时还提到 近年来世界是进入了 新的动荡变革期 那么中国大陆和非洲国家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初心 没有改变 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是中国大陆 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 也是中共20届三中全会后 首场大规模高规格的 重大对外活动 要以峰会盛大召开为契机 发出全球南方 奋发向前的时代强音 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以及繁荣 不过还要继续请教明 真的是像是中国 有多家上市的航空公司陆续发布了上半年的财报 可是呢 这中国的三大航空公司 中国国航 中国东航 跟南方航空 现在都持续亏损当中 而且亏损的总额来到了67.78亿人民币这么高 到底是为什么 请敏珍帮我们来说明 最近几天 中国大陆多家航空公司 是陆续的发布上半年业绩成绩单 那么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三大航空公司 包括中国国航 还有中国东航 以及是南方航空 都是没有扭亏为盈的 那么亏损总额达到人民币67.78亿 美国之音就评论 中国大陆三大航空公司 上次公布获得获利的年度财报 是在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 那么近期国航报告显示 上半年净亏损是27.81亿元 那么是比去年同期亏损 34.5亿元有所收窄 南航上半年的净亏损12.3亿元 也少于去年同期的29亿 那么对于业绩的情况 国航表示 上半年国际客运量是成长的 航空旅行人数是超过了 2019年疫情前水准的80% 但是传统优势北美航线 恢复的速度 还是呈现比较缓慢的情况 那么有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显示 当前中美间的航班数量 大约是2019年的五分之一 那么影响两国航班 恢复的主要原因是 政治问题还有需求低迷 金融学者贺江斌也提出分析 他说到 目前中国大陆境内消费者 没有钱导致消费降级 那么尽管航空公司 是打折打得很凶 但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人们还是都不肯花钱的 国际上 外国的观光客 到中国大陆的人数 也出现锐减 还有瑞丰银行分析师评论 大陆随着航空运力 还有签证的需求都在改善 预计中国大陆出境旅游 会继续的复苏 但随着游客走出国门以后 大陆境内旅游市场的压力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虽然明珍从北京带来的最新观察 不过我们都已经看到 在委内瑞拉的总统穆玛杜洛 他的私人飞机 没想到竟然在东米宁家 遭到美国扣押 理由就是因为这架飞机 违反了美国的制裁命令 委内瑞拉的外交部就反批了 就美国的行为跟海盗 没什么两样 动作神情到位 如果不说很难发现 影片中是虚拟人物 委内瑞拉新闻平台派出 AI主播声援力挺 前线记者抨击媒体 遭政府打压 7月底大选后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自称高票连任 被质疑选举不公 引爆国民抗议 马杜洛政府寄出铁腕镇压 其中被捕八位记者 恐面临12到20年的牢狱之灾 新闻平台也找来 AI主播之源 马杜洛政府在选后 持续前置反对声浪 不只把日前全国大停电 怪在反对派对手 攻萨雷兹身上 甚至发布逮捕令 委内瑞拉检察总长 公然表态逮人 选举不透明 又拿对手开刀 引发多国谴责 美国最新也有动作 美国已违反制裁 扣下马杜洛 疑似以空壳公司购买的 私人专机 委内瑞拉外交部不满怒呛 批评美国此举 简直是海盗的行径 TVB的新闻主导 社会就一公布今年 最新报告表示 预计全世界第一位 身价上兆美元的富翁 很可能在10年内就诞生了 只不过全球不平等的情况 将会继续拉大 全球第五大的富豪财产 四年内都增加超过一倍 却有48亿人 现在变得更穷困 富人的收入成为成长的速度飙升 前1%的股东拥有 全球前43%的金融资产 其中一半在亚洲 而中东也占了48% 全球148家最大的公司利润 高达1.8兆美元 但八成都是通过股票回购 或分红流向股东 只有0.4%这些利润 是来帮员工赴税低薪资 因此认为身价上兆元的 美国的富豪 现在很有可能就会来诞生了 同时也会造成更严重的贫富不均 预期美国联准会 将在这个月展开降息周期 让外界也期待 这个美股会不会来增添能量 但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却表示 即使联准会降息 美股的涨势也可能陷入停滞 摩根大通他们的分析团队说了 目前市场还没有走出困境 任何的政策对于经济整场 缓缓的反应性赠息 那么认为9月一直都是 历史上表现最糟糕的月份 尤其在债卷殖利率回落的情况之下 加上政治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上升 使得美国9月份的股票 恐怕会更具有条件性 花旗的经济学家则是预测 由于失业率持续低迷 联酒贵可能会比原先预期的 更积极赠息 认为9月可能降息两码 12月会再降息一码 好 那么持续带您看到了 刚刚我们讲到了债卷的部分 美国7月以来就业明显降温 经济数据变得比较弱 因此连准会9月降息 现在当然就是势在必行 也激励了美国10年 公债殖利率的大幅下滑 其中非投资级的债后市表现可期 不过投资人在选择上也必须要评估相关风险 大户开始倒火 或者是一些券商 每天早上固定时间端看手机上的股市 是上班组合风每天必做的事 我ETF就是我要配息的部分 领息的部分我会一部分 然后再一个部分是稍微有一点点风险的 台湾的股票 比方说比较热的一些科技股 它可能比较跟着时事走 然后在美债的部分的话 我就会看状况 美国7月以来就业明显降温 经济数据不佳 联准会9月降息的预期也提高 激励美国10年公债殖利率大幅下滑 投资人的选择也可能被左右 当台股的股灾发生的时候 资金就会涌到美债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是 有点像是分散风情的方式 当你的这个投资的选择 除了台股之外 我觉得美债的选择或者像台股的ETF 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以前有买过美债 但我后来把它卖掉是因为 一方面我觉得 我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我要比较保守的部分 我还是会选择台湾的ETF 因为它也是非常的稳健 而且加上就是 它很 对同志来讲的话它很热 大家会一直注重在战争这件事情 主要是这一两 包含去年开始 股市已经展到很高了 都一直在破历史性高 美股也好 我们台股也好 因为在过历史性高 因为太多专家认为股票要低 然后在传统的投资学上面 叫做股债是翘翘板 他们认为股票要大跌的状况下 债券应该就会上涨 毕竟投资本就是一种风险 尤其当美国经济稍稍下滑 脏息的风声又不曾停歇 势必影响投资人的心理预期 那你收入变少 你的消费一定会下降 那消费下降很简单 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营收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就业数据 似乎有一些疲落的时候 大家会紧张 就是担心说它后面 所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从没有钱到不愿意花钱 这件事情 如果经济已经走落 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八月份的 央行年会当中 鲍尔也有谈到 他说其实通膨已经有 很明显的降温了 确实是可以降息了 当然他更担心的是 经济的一个下滑 可是目前看起来 软着陆的可能性很高 联总会主席鲍尔认为 实现经济软着陆目标 就该放松货币政策 表示降息时机已经到来 也让投资人期待债券的发展性 有分美国政府债券 我们叫公债 或是投资等级债券 或非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不管是以上三者哪一种 其实降息都是有利的 未来各位要比较谨慎 去注意的是说 如果这个经济确实有 比较大的衰退的可能性的话 那降息的速度会变快 那当然对债券是更好不是吗 是的 但是非投等债 就会受到影响 而根据外媒统计 2024年以来至8月23日 非投等债纷纷上涨 涨幅落在2.4%到7.5% 科技债指数表现持续胜出 科技债的涨幅一定会高一般债 就好像我们讲的高收益债券 那我们俗称就所谓垃圾债券 那它的这个涨的速度 就会比可能去买美国政府公债 或是投资等级债来的涨的速度快 那是非投资等级的 在买的当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波动比较大 它的风险比较大 这些公司比较有可能会倒闭 但是我还敢去投资它 代表我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不过非投资型债券标的也很多 投资人想要分散风险 首要必须考量手上能分配的资金 以及能承担的风险有多少 TVB新闻和这样些单词退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这支焦点要带您看到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一大早出门 需要照常工作 受访时却大呛 民进党已经变成了新党国体制 改变了有罪的定义 用国家力量置人于罪 反正我就照常工作 我也不希望 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 什么叫有罪 民进党说你有罪你就有罪 柯文哲 吴包请回隔天一早 人说要照常工作 出家们受访批评民进党 变新的党国体制 检察官抗告也没再怕 比照郑文燦的案子 他们是第二天就提抗告 为什么我的还拖这么久 我知道他们应该很动用 所有力量都在研读那些 电脑里面的资料 什么叫负面政治 你们大概现在动用全部国家力量 在很认真地研究柯文哲 我也猜 你们昨天没有抗告 应该是大家连夜都在 研读那个电脑里面的资料 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什么样的东西来 对我来讲我坦荡荡 但民进党确替北检在脸书发了一系列图文 被大批科粉质疑干预司法后删文 柯文哲说压力最大的是法官朱家义 我觉得压力最大是那个法官 甚至我在最后截辩 我都跟法官讲说 请那个检察官立场明确 态度清楚 你就不要为难了 强调自己对金华城 百分之八百四的容积率不知情 柯文哲还说要替台北市都委会 执行秘书长邵秀佩讲公道话 我要替那个邵秀佩讲一个公道话 如果一个公文 如果那么多人签字 到最后不可以把责任全部推给某一个人 那我这样的 当初也是柯文哲看的公文 被质疑避重就心 柯文哲没回应还有这题 王国昌会是您属意的党主席人生吗 快步上车一样没回答 民众党的未来和自己官司 下一步怎么走 看来还要再想一想 基本权问中永轮刘 刘彦韵曹哲人台北才莫道 随时柯文哲 裁定吴宝请回 检方到底要不要提抗告呢 如果高院认定这抗告有理 就会撤销这裁定发回更财 北院就得再开一次家庭 但今天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就现身地检署说要来找检察官提供勤资 还透露是跟济南大楼商办有关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 在激烈的四小时积压停 这场战输了 深压柯文哲失败 法官裁定吴宝请回 现在恐怕从检变攻防 演变成怨检斗法 今天柯文哲的案件 检方这边会提出抗告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明确地指出 柯文哲在金华城的案件上 有没有对价金流关系 来补强证据事实 说服法官才有可能抗告成功 至于抗告流程 检方写好抗告书 高等法院受案后 法官会以书面方式审拙 如果认为没有理由 就会驳回 但若有理由 就会撤销原本裁定 发回跟裁 北院就得再召开击押停 而就在检方提出抗告前 依照国民党北市议员 钟小平就现身北检 说要来找检察官提供情资 说了就是 日前由北市议员爆料 柯文哲在五月 以现金四千三百万元 购入中正区近南大楼上办 钟小平说 邀请检方理清 这跟微检集团有没有关系 而另一名在押的被告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律师团漏页赶写抗告书 最快可能下午 就会送件到北院 如今在押的被告们 以及北检都要提出抗告 若抗告成功 柯文哲恐怕又要频繁地 进出法院 TVB新闻综合报道 社会焦点带您看到 在彰化地区出现了 多起假金项链诈骗案 至少有两家当铺受害 有一名男子就拿着 镀金的银项链到当铺 说要点档 结果被激警的老板 给试破报警 远警到场嫌犯还说他不知情 原来嫌犯就把这银项链 外面镀上一层薄金 到处找当铺来点档骗钱 这条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板报警后 远警赶到当铺 店家说男子拿着金包银项链 充当纯金项链 要点档20万 男子还装惊讶 称自己不知情 但当铺老板立刻打脸 说最近至少两家店家 都被同样的手法诈骗 彰化的当铺工会早就发文 要大家提高警觉 老板拿出烤过的假项链 证明给警察看 果真里面露出了银色内力 男子在银项链外层 镀上一层薄金 宣称是纯金项链 他带来的金包银项链 一条3.2两重才值几千块 男子还想要骗20万 被当场逮捕 实际询问其他当铺业者 到底要怎么避免收到金包银项链 其他业者补充 因为最近金价高 这类诈骗案件变多 有些当铺如果不仔细一点的 火烤不够久 或是不敢损坏点当品 就会因此受害 TV全场之中张华报道 而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 现在买金都会到了 这美式卖场去 只不过过去 这美式卖场都采取 无条件的退换或机制 但最近公告了 除了法规令有规定之外 他们售出的这些贵金属商品 像是金条金块金币银币等等 都不接受退货了 玻璃橱柜金公相线 各式金条金项链通通摆出来 也吸引民众推推车来看黄金 店员也忙着整理 美式卖场卖黄金钻石 尤其黑五购物结价格下杀 常常开卖就完售 不过现在有新公告 好事多指出 售出的贵金属商品 包含金条金块金币银币 以及24K金黄金金式 9月2号起不接受退换货 因为黄金比较不像是日常用品 所以我们去银楼买也不能退 如果要统一的话 应该是要可以退 过去商品大多采取 无条件退换或机制的好事多 其实过去是针对一台两以上 黄金才不能退 新规定则改成9月2号后 黄金不能退 好事多也说 其实黄金退换货比例 相比前一季没有显著差异 是根据总部规定进行 是不是在内部有收到 所谓的假的金币 小块的黄金这些 毕竟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不是说我们用肉眼 一般人说用肉眼能辨识得到 再加上黄金有价格波动 万一消费者在叠价时拿去退 卖场也会吃亏 而近期国际金价不断往上冲 不过周一黄金现货价格 最低来到2490美元 银楼排告价也跟着下跌 每钱10110元 小跌约30块台币 持续来到9月 以往金价在这时都下挫 但市场认为今年有望 打破魔咒 中东以及在俄乌战争的 这个地缘政治风险 仍然是没有消散的 第二件事情 有很多国家的央行 还在持续的购买黄金 金价上涨四大利多 就包含传统旺季即将到来 以及美国联准会发出降息讯号 预估金价有望维持 每盎司2500美元以上 还要关注 提片新闻 旭关张慧先台报道 传出美中晶片大战 现在可能导致日本龙头企业 也受到牵连了吗 彭博报道 中国大陆向日本官员表示 如果日本政府进一步限制 向中国大陆销售晶片制造设备 将包括对于他们的汽车生产 相关的关键矿物 要采取一个严厉的经济跑步措施 传出美国有意要来施压 要求日本方面再度进行半导体管制措施 这个举动引发中国大陆的不满 北京威胁如果再度限制 那么中国出售半导体制造设备 以及服务 那即将展开经济暴富 日本汽车大厂丰田 也因此感到了相当担心 私底下向东京官员表示 担心中国大陆将削减 获得汽车生产的关键矿物数量 以及种类 成为北京当局首要暴富的对象 而讲到AI 到现在热潮 其实是不退的 不但成为最新电影的题材 甚至跟化身保全打击犯罪 根据多家媒体透露 苹果正在跟辉达协商 要共同投资 ChatGBT的开发商OpenAI 渴望跟OpenAI的市值 把它推上了1000亿美元 虽然美国中国AI发展脚步超前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认为 欧洲似乎有一点落后 并且表示 应该开发欧洲属于自己的AI模型 法国总统马克宏造访巴尔干半岛国家塞尔维亚 进行围棋两天访问行程 AI人工智慧成了重要议题 马克宏进一步表示 欧洲应当开发一套自己的AI模型 好跟上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脚步 并降低对这些国家的依赖 然而要加把进的布局有企业 以瑞士来说 最近才在AI的驱动下 启动快速电子支付的服务 把银行转账缩短到10秒内 不再是以往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宣告交易成功 根据瑞士国家银行今年最新调查 即便当地的行动支付风气越来越普及 但纸钞现金依旧是瑞士国民 最偏好的付款方式 戴尔维亚将主导人工智慧全球伙伴联盟 法国则即将在明年二月主办峰会 至于美国企业的AI发展也在不断壮大 根据媒体报道 即将发表新一代iPhone的苹果 正在和AI晶片霸主回答 共同讨论要投资Chart GPT的开发商 虽然投资金额还没曝光 但渴望把OpenAI的市值推上一千亿美元 至于民间密苏里州的坎萨斯市 在购物中心部署了一台AI保全 机器人身高有150多公分 重量超过270公斤 平时就靠着底下的轮子巡逻移动 这台外形活源的机器人 看在当地民众眼里依旧新奇 因为他是花了30万美元 以打造智慧车的方式做出来 全身上下每个角度都装设摄影机 一天24小时无死角监控 它的功能不只是辨试车牌 甚至有人走过面前 马上摸透所有底细 如今这位机器人保全 已经执勤四个月 成效是将犯罪率降了大约一半 至于对AI又爱又恨的 则是娱乐影视圈 现在把它变成电影题材 这部刚在上周末上映的 Affraid是一部聚焦AI反扑的 惊悚电影 剧情描述一个家庭被选中 要测试这套叫做 Aia的数位居家助理 Aia 你是什么 想像我一样的妈妈 然而随着相处时间越久 AI助理对每位家庭成员的 个性和生活习性 也越来越了弱指掌 结果带来巨大危机 剧中演员也在首映会上 谈到对AI的看法 大纵去年 好莱坞边区和演员工会 发起双重罢工抗议 诉求薪资公平和AI保护 这场罢工在持续 一百多天后才终于落幕 两个工会宣告顺利 今年7月则是由演员工会的 游戏演员 对多间游戏大厂发动罢工 同样以不满AI应用的争议为主 TVB有些中国报道 南韩女演员韩绍兮的妈妈 之前才报出欠钱 不过现在却被查出 私下开设12家非法赌场 被南韩警方逮捕 而韩潮溪仍在国外经纪公司 也有最新回应 韩潮溪身穿漏肩背心搭配牛仔裙 日前现身机场前往曼谷展开海外行程 只是却无预警登上社会 반면 因为母亲成为警方逮捕对象 警方逮捕对象 海外行判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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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 前一天韩潮溪才晒出跟好友悠闲玩乐 敷连的影片 如今她的公司声明 这是韩潮溪母亲个人行为 与演员本身无关 韩潮溪也是看报道才知道这件事 内心感到无比沉痛 也对给大众带来不便致歉 其实韩潮溪母亲也曾以她的名义 借钱落跑 当时韩潮溪公司也曾发声 表示账户是在未成年时 母亲私自开通 是韩不知情情况下借钱 法院也判定与她本人无关 且从小韩潮溪是被奶奶带大 也到烤肉店打工过 帮忙家计还债 很久都没跟母亲联络 只是韩潮溪与蒲续主演的金城怪物 马上要在月底迎来第二季 时间线拉回2024的现代 是否受到影响也格外受阻 TVBS新闻双全红庭泰报道 英国知名摇滚乐团 绿洲合唱团将在明年7月 举办巡回演唱会 抢票时间一到就网站瞬间涌入 大批粉丝造成网页当机 没想到重新卖票 却发现怎么贵了三倍 售票公司说因为价格浮动 就是要为了防止黄牛这一线 唱出一首首经典摇滚乐的 绿洲合唱团 解散15年盖勒格兄弟世纪大和解 明年7月开始 在英国以及爱尔兰展开巡回演出 久违能够听到现场版 购票时间一到 全球歌迷瞬间涌入三家售票网 一度造成网页当机 没想到重新预售后 票价近大幅上涨 我觉得价格很浪贵 就是300元 我认为至少100元 我认为全球歌迷市价格 是能够拒绝 我认为这些粉丝 能够接触到什么 他们真的想看 而且这些比赛 不必要在那里 前后价格几乎是差了三倍 民众怒火止不住 向监管机构提出投诉 不过门票销售公司却回应 票价浮动是为了制定 更接近市场价值的金额 也是防止黄牛票而设计的系统 不过打开票物交易网站 还是可以发现 转售的最低票价是700多英镑 接近台币3万多元 最高的甚至来到4000多英镑 也就是新台币16.9万 恐怕成效不如预期 反而让真心喜欢 绿洲合唱团的粉丝 抱怨根本害到自己人 想看一场演唱会 难上加难 体育片新闻的范宇轩寿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金华城这个案件的争议点在于 为什么容积率会从560% 暴增到840% 这其实也是在历经7任的台北市长之后 威京集团拿到史上最高的容积率 也因此外界就会有质疑 是不是有人放水 监委就发现了 金华城拿到的这些奖励依法无据 认定市府其实有重大维希 从规划启用到拆除 金华城一直面临土地变更争议 而这其中都与提高容积率有关 容积率它其实也是钱 容积率就可以卖钱 而且在都市里面寸土寸金 容积率简单来讲 就是既有土地面积上建筑物的总楼层面积 也就是能盖几层楼 对开发者而言是获利关键 总和的量就像杯子 你把它拉得瘦瘦长长的盖高 你把它压得像盘子扁扁的 它就盖得比较矮 金华城从无到有37年历史 历经7任台北市长 到柯市府时期 让威京集团获得史上最高容积率 人家工业区变更为商业区之后 它就会比照商业区的基准容积 话说从头1987年金华城原址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 1990年报请内政部核准容积率560% 1998年陈水扁市长时期容积率678.91% 2010年金华城申请重新开发 当时好龙宾市府认定重建的容积率是392% 金华城历经六次送建争取恢复560% 全被打回票 到2018年柯市府离政法定容积率是560% 但地主想要更多 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在跟柯文哲在成情 都发局就研议出来了一个方案4 这个方案4就是虽然是都市计划审议 但是呢如果他用都根条例符合都根条例 那我就比照都根条例给予你20%容积奖励 2021年北市府所属的都市计划委员会 通过金华城容积率从560%提高 到840%正式全案征点 金华城2020年向都发局要容积奖励 引用都根条例的绿建筑 智慧建筑等标准争取提高容积率 容积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基准容积 一个是移转容积 另外一个就是奖励容积 金华城现在吐在问题 不是基准容积 也不是移转容积 而是出在那个奖励容积的部分 其实没有法令规定 他能够拿那个20% 根据监院今年初报告 金华城案是新建案 而非都市更新案 北市都委会却同意 威京集团提出的20%容积奖励 有重大为师 金华城只是一个十几年的建筑 它就不是都庚建筑 它凭什么去准用 这个都庚条例里面的一些精神 跟一些项目 然后来创造出自己要的这个容积奖励 目前比较常听到 有容奖容积奖励的法源 大概有三种 第一个是老旧建筑物的都庚 第二种容奖叫做为老 第三种叫做高绿离子 也就是俗称的海沙屋 简单来说 我政府希望你改建 所以我给你奖励又赢 而金华城是 他自己想改建 那请问一下 那政府为什么要给你奖励呢 依法无据的20%容积奖励 是怎么可以让他有特别条款 为什么可以就让金华城 梁珍定做一个版本给他 这就是外界质疑 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压力 难道当时的都市计划委员 都没有察觉异状吗 事实上专案小组会议上 都曾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 这回检调查案 包括签名党主席宋楚瑜的女儿 宋正麦等多名都委 都曾以证人身份遭传 都委会是这样 他有一部分是府外的委员 然后有一部分是 府内的各局处的首长 当府内的首长 或是这个主席的态度是 他想让这个案子过 府内的首长 局务上都没有意见的时候 府外的委员他会散尽他的职责 会去提出他的不同意点或是质疑 可是你府内的官员都没有意见的时候 他也不会一直当坏人 当黑脸 一次两次三次之后 他就不会一直讲下去了 因为我只是外聘的委员而已 明代认为先射箭再画把首都市长的假张 沦为橡皮图章 课问者历经检掉三天三夜工房 最终无保请回 但一句不知情 不代表免负行政责任 TVBiz新闻前后想问号与台北采访报道